今天要把206賣掉了 然後我們就決定自己去驗車 驗完車之後再去檢驗廠 對,那今天就是教大家怎麼自己辦過路的流程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流程是怎樣 車子要被開走了 你的車要被開走了 我老婆 我老婆被被開走了 有什麼感想 路有這麼好 七面啊 車子要把車開走了 慶祝 要慶祝了 慶祝一下 晚上 大家好 我是阿泰 我是阿瑋 今天要來過戶我們的車子 阿瑋的車子 對 自己辦過戶要攜帶什麼證件還是什麼東西去 如果自己過戶的話要帶身份證 雙方的證件 對,雙方的身份證 然後如果說你幫別人辦就要加上第二證件 健保卡或是那個駕照 就是他不在的時候就這樣 對,然後他要印章 後來就是要領牌登記書 新車領牌登記書 這個過戶都一定要開 然後行照也要 還有保險 保險 強制險一定要在有效期是30天以上 強制險要在哪裡過戶啊 強制險的話 是可以在 可以在街底站辦過 但是如果說第三人責任險的話 目前我問到是要去 就是保險公司辦轉檔 才可以轉檔給下一個車 第三人責任險 就要到保險公司了 要犯過戶之前 一定要先驗車 那如果說 你已經有驗好車了 可以驗完車的30日內 如果過戶 都不用再去 再建立站在驗一次車 那你建立站只需要跑過戶的程序 就是所謂驗車期 驗車期通常就是指 假設我驗車期是 驗車日是9月一到 驗車期就是前後30天 這兩個月通常大家叫做驗車期 8月跟10月多 因為驗車可以提到一個月驗車 或是驗到前頭一個月 所以驗車期就是這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先去 外面驗車 因為我怕街底站會尿的 OK 那我們先去驗車 好 我們到林亞監理站要來準備過戶啦 GO 來這邊就是先跪的 先寫任務登記書 嗯 然後之後 過戶登記書完之後要確認保險 欸 先確認你有沒有前售 嗯 然後確認完之後 都沒有前售 之後再去辦 強刺先 保險 嗯 然後原本我已保險稍微 就是把我的保險轉向給新的 不是這樣要一定要到公司吧 嗯 而且保管會很差 所以後來就決定 變成 退掉 買新的 買新車子 保險 然後再退掉 退掉我的保險 哦 就換新的方式 就沒有轉了 對 就沒有轉了 該等辦過戶了 好 那我們等下去吧 我們今天終於過不完 嗯 昨天十二 終於把 小蘭 可愛了 時間差不多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搞定了 搞定所有事情 所以 住戶意料的快 準備回去 準備交給新車子 附送車子開走 哈哈 車賣掉了 對 車賣掉了 耶 我們晚上要去烤肉 烤肉 慶祝 不就二零六賣掉 我們要FIT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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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那個八戒 來幫我們開慶祝 哈哈哈哈 Lima 哎 哈哈 我們要FIT 我們要FIT 對 我們要FIT 那 你們要FIT 我們要FIT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